战国时代的市集其实很像台湾的流动夜市 知田信长强推乐视乐作,他才没那么笨呢 乐视乐作免税的话,信长要怎么赚钱呢? こんばんは,我是战国导游月祥兵长 欢迎来到月祥的战国潜度旅行 讲到战国时代的乐视乐作 应该会有很多人立刻想到知田信长吧 一般认为战国时代的市场 被神社、寺庙这些旧势力把持 只有参加做的人才能在市场做生意 通缩认为,知田信长为了打破旧势力垄断市场 他推行乐视乐作,让没有参加做 也就是工会的人也能在市场做生意 而且免除税金,鼓励商业发展来促进经济 所以在光荣特库模的游戏 信长之野望系列里面 乐视乐作的效果主要是增加金钱收入 或者是加速领地内商圈发展的速度 也有人认为这是知田信长挑战旧势力的政策 要把经济权从神社、寺庙这些旧势力 而且还不用缴税金 的确这样会吸引许多摊贩入住 扩大夜市的规模 但是可能会发生黑道杂贪的治安问题 或者是摊贩不顾公共安全 最后弄得瓦斯气暴的公安问题 你觉得拥有经济头脑的知田信长 真的会推行这么简单暴力 后一阵众多的乐视乐作吗?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聊聊战国时代的乐视乐作 要谈乐视乐作之前 先让我们看看战国时代的市场 当时的市场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旧市集 古代的日本人认为彩虹是神界跟人界的交汇处 日本人很重视边界的概念 所以像是彩虹这种神界跟人界 或者是陆运跟海运 平地跟山地的交汇处 在这里进行商业活动 可以取悦神明并且获得神明的保佑 因此在战国时代 大部分的市集都跟宗教有关系 而且战国时代的寺庙 拥有合法借贷的权利 寺庙把信众捐献的金钱 或者是稻谷的种子当作本金 借给百姓并且抽利息 既然当时的百姓普遍认为市集跟宗教有关 而且神社、寺庙也拥有合法的市场管理权跟抽税权 自然会成为经济流动的重要据点 其实战国时代的市集很像台湾的流动夜市 战国时代流行六灾事 也就是一个月举办六次的市集 例如甲地每逢一号跟六号开市 乙地在二号跟七号开市 商人在这几个地方轮流做生意 互通有无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台南的大大五花大五花的夜市呢 除了这些历史悠久 背后又有旧势力掌控的旧市集之外 另一种则是战国大名在陈夏丁建造的新市集 对于战国大名来说 六灾事这种旧市集跟陈夏丁的新市集 必须采取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 才能得到最佳效果 正好支田信长颁布的两个热市热桌令 就分成两个不同版本 首先讲到热市令 这并非支田信长的专利 六角家在1549年 在十市的新市颁布了热市令 金川市征在1566年 在富士大公颁布了热市令 在金川市征颁布热市令的隔年 直田信长打下美农 信长对美农的加纳市场 颁布了他人生第一次的热市令 一 遗住者可以自由往来信长的领国 免除过往的借贷 并且免除弟子 劳役 普代相传者不可妨害 讲白话 就是只要商人愿意进驻加纳市场做生意 就可以自由通行信长的领国 欠缴的年贡可以一笔勾销 还可以免建务税跟劳益 并且禁止任何人找借口 妨害商家做生意 二 禁止压买 狼藉 喧哗 口论 三 严禁不法分子出入 这两条的意思也就是 知田信长保证维持市场的治安 禁止强卖商品或者是争斗的行为 隔年知田信长重新颁布了热市热作令 但是条文的内容却没有改变 从这三条条文来看 很明显这是针对传统旧市级的政策 因为知田跟栽藤打了好多年仗 许多商人搬离加纳市场 信长颁布优惠条款 鼓励商人来加纳市场做生意 并且保证维持市场的治安 还有商人的安全 知田信长是一个脑筋很清楚的人 虽然很多说书人以为知田信长专制独裁 但其实信长很清楚 哪些部分需要妥协 哪些部分可以强硬 对于传统的旧市级 信长主打的是减税 维持治安 不会刻意排除做他们的既有权利 例如知田信长打下月前之后 为了拉拢当地的势力 发公文保障月前的资品工会 还有晋江的油品工会的特权 信长借由保障做的权利 并且协调商业空间给新兴商人 简单来说 信长对于旧市级的乐市乐作令 主要是居中协调 让旧市级的做 跟新兴商人能够共存共融 但是对于陈夏丁的新市级 知田信长就会大刀托斧地来做 例如知田信长在安土陈夏丁颁布的乐市乐作令 内容就从原本加纳市场的三条 报增为13条 从这些条款来看就可以知道 信长为什么不抽税 还可以比收税拥有更多金钱收入 这13条内容主要可以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免除、普请、传马、各种劳役跟税金 第二类是维持治安、禁止争吵、强卖 不追究商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发生失火或者是贩卖张屋的问题 第三类是保证商人的权利 例如得证令不适用于安土陈夏丁 或者是讨债者不得自行讨债 必须向奉行提出申请 第四类是都市发展政策 例如商人必须住在安土陈陈夏丁 因为商人习惯住在东海道上的树 信长强迫商人住在安土 才能够发展安土陈夏丁的消费活动 这很像是现代地方政府为了发展观光 奖励游客住宿的方针 只要商人愿意住宿 就能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另外信长规定 在晋江国境内 只允许在安土陈夏丁进行马匹交易 借此来统合晋江国内马商 控管军事跟运输用马的交易 简单来说 知田信长对于陈夏丁 新市级的热市热作令 比较像是限定在新市政的 招商优惠政策 而不是一视同仁 在领国境内统一推行的政策 只是游戏没办法做这么细 只能把热市热作令 简化成全面推行 讲到这里 可能还是有人觉得奇怪吧 既然知田信长 免除了许多劳益跟付税 就算市场经济有多么活络 钱还是不会进知田的国库啊 到底在陈夏丁的新市级 颁布热市热作令有什么意义呢 这要从另一方面来看 首先 知田信长利用安土城下丁的热市热作令 让商人把投资 从旧市级逐渐转到安土城下丁的新市级 就好像台北信义商圈崛起之后 原本繁华的东区商圈就受到了影响 信长用温和的方式 讲低旧市级的影响力 而且就算不收税金 知田信长还能得到其他的收入 那就是商人们的政治现金 在战国时代 贿赂跟政治现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谓水帮鱼鱼帮水 只要公权力能够保障商人的权利 商人当然也乐于政治现金 来换取更多特权 还有更安定的贸易环境 从这一点来看 其实战国时代跟现代的差别并不大呢 如果你还想知道 更多农场文不会写 中文维基百科也讲不清的日本战国知识 就请订阅月祥兵长的频道吧 月祥的战国前路旅行 我们下次再见咯 幕志愿者 李宗盛